影片開始之前記得幫我訂閱按讚分享 並且在影片下方留言留什麼呢 在影片的最後會告訴各位 那會從留言當中抽出兩位的觀眾 各可以獲得一張的美髮或是整形大賞券 也會抽出一位頻道會員 我會在直播當中幫你抽出你想要的髮型或是臉色 也就在最後美容美髮的大賞六個當中 你可以選擇其中的兩個 我會幫你抽到這兩個的其中一個 抽到有為止 所以如果還沒有加入頻道會員的話 可以趕快加入一下李歐的頻道會員 並且在影片下方留言參加抽獎喔 風之谷交易群 風界平台等你加入 趕緊點擊影片下方的資訊欄連結來加入喔 大家好 我是Ryo 那今天的話呢 來分享一下這個 風之谷美容大賞 那大家也知道嘛 李歐我已經非常久沒有抽皇家美髮了 因為自從滿藍角之後啊 我覺得我對這個美髮整形啊 已經是興趣缺缺了 不過呢 剛好又看到這個美容大賞 他的時間是25到5月1號是票選時間 那之前已經有出過一次啦 不過還是讓上次沒有跟到美容大賞的觀眾了解一下 這個東西到底是什麼 主要就是呢 在這個票選的時間啊 這個4月25到5月1號 然後可以在下面這邊 有一個候選造型這邊做投票 然後還有分這個男髮女髮男臉和女臉 那你可以從喜歡的這邊呢 去進行投票 然後每天都可以從男髮女髮男臉女臉呢 各投一票 但你的遊戲帳號是要有201等角色在才能投票 然後投出去的是沒辦法回收的 所以自己要留意一下 那票選的時間結束之後呢 就會取前六名 也就是男髮前六名 女髮前六名 男臉前六名 女臉前六名 就會作為這一期美容大賞的販售商品 也就是說呢 它結束之後啊 就會有一段時間販賣那個美容大賞的美髮和整形券 那你那個整形券呢 就只會抽到這六顆的其中一顆 基本上機率應該是都一樣啦 上次的話是這樣子 然後美容大賞的整形券和美髮券呢 售價的話上次是500點數 那可以用里程購買一次 里程的話也是500里程 不過只能買一次 那點數的話就沒有購買次數 然後大家可能會想說500點真的是貴到煩啦 畢竟皇家也才60塊嘛 一整組的話才540 那這個一張就要500點 不過因為它是直接從六顆裡面去抽一顆啦 雖然還是用抽的不是用選的 我覺得比較可惜 但至少這六顆呢 保證都會是主打投 呃...基本上都會是啦 除非有...這個投票 然後投到一些... 呃... 應該是不太會啦 畢竟投票出來了 基本上都還是玩家比較喜歡的那前六顆嘛 所以你就可以想像成500點抽一次主打投的概念 當然不一定會是你喜歡的啦 畢竟有可能你投的沒有在前六名嘛 是不是 那要注意的一點就是 假設這前六顆 呃...我們拿這個女法這一次好了 但這個不是最終的結果 假設你想要的是這一個糖果少女好了 但因為你就六分之一的距離會抽到嘛 所以你有可能會一直瘋狂的歪到其他顆 所以這個時候呢 通常都會有玩家來接懸賞 不過規則的話 大家就要自己去瞭解一下了 總之大家可以自己衡量一下 看你是要找玩家懸賞 還是自己去拚看看 基本上六顆的機率都會是一樣的 就看你有沒有被瘋之谷讀刑 好不好 那這樣我們切來這邊 就順便來看一下好了 目前票選結果 男法的話是... 廢俄 帥氣 主義 V法型 這個我有了 神秘 秀麗 還有... 山雲 我是覺得男法看起來真的都大同小異啦 不過其實後面的票數也蠻接近的 所以最後前六名會是拿幾顆 也還不一定 然後女法的話 斷層染 姬法式馬尾 艾威伊 糖果少女 糖果少女如果最後有在前六名 我一定會抽出來 然後是高冷霜辮子 編織髮型 恩... 好啦 各有所號 公主馬尾 這邊我比較喜歡的應該就是 糖果少女和... 華麗閃亮吧 不過華麗閃亮的票數好像跟前六名差的有點多耶 然後來看一下男臉的部分 露西達 小星星柯坤臉型 這個我猜女臉應該也是榜上有名 然後是... 閃亮 雲咒 幽蘭智德 還有... 炭酸少年 欸 那個居然沒有上榜嗎 欸 有一個我覺得還蠻好看的 所以一個 露達少年 這個居然沒有進前六名 這個如果有進的話我應該會抽 好 那我們看一下女臉的部分 小星星柯坤 果然第一名 而且這個票數是殘小 1155 個屌虐耶 然後閃亮 炭酸少年 露西達 天空和我生氣了 露達少女的話... 其實差不多耶 差沒幾票而已 說實話我對臉型比較沒有什麼研究 所以你說哪一個比較熱門 我反而不清楚 好啦 總之就是目前的票選結果 不過因為投票還有好幾天啦 所以等到5月1號的時候 到時候應該都不一樣了 那如果大家有什麼喜歡的話 也可以來投一下好不好 畢竟每天一票也不算少嘛 是不是 多投一下說不定你想要的就會在前六名了 那流這一次的話呢 應該不只會幫自己的角色抽 我們還會開直播來接選賞 沒有錯耶 就是如果你有什麼喜歡的髮型或臉色呢 然後你不敢自己抽的話沒有關係 可以等到時候販售的時候呢 來看我的直播 那如果有幸接到你的話呢 就讓理由我來替你圓夢好不好 那到時候看選賞的規則啊 還是價格多少呢 我們再來討論看看 它的販售時間是5月3號到5月17號 兩個禮拜的時間 然後我印象中里程購買的好像是只能放一天 所以期限的話只要留意一下 最後就是這個美容大賞的美髮券和整形券呢 是可以進行送禮的 而且也可以使用在機器人身上 好啦那最後就祝福各位 都能夠抽到自己喜歡的髮型或臉色啦 那如果對這個活動有什麼看法的話呢 也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跟我分享 那我們就到時候5月3號再來開抽 最後就是片尾提到的抽獎活動 訂閱按讚分享 並在影片下方留言留下 你對這次美容美髮大賞活動的看法 總共會抽出兩位的一般觀眾 可以獲得美容或美髮的大賞券一張 另外也會抽出一位頻道會員 直播大賞六選二 幫你抽到其中一顆為止 如果想參加出來的話 別忘了影片下方留言 有餘力的話也歡迎加入頻道會員喔 OK那我是Ryu 如果喜歡你的影片 記得幫我訂閱按讚分享 或者在這裡就幫我追蹤一下 那麼我們就下次見囉大家 掰 別忘了 不用 denim 別忘了 月